我们今天继续用现在业内做机壳电源 No.1的企业金生羊所生产的电源 来给大家分享PFC的电路相关知识 我们首先来简单的说一下 我上个视频所讲到的一些内容 上个视频我们也是拆了三个电源 三个金生羊的电源 其中这一个是一个功率比较小的 不带PFC电路的 这两个一个是功率比较大的机壳电源 一个是功率比较大的导轨电源 这两个电源是带PFC电路的 当时我就说了 为什么这个电源在大工具的时候 也要用这个PFC电路 就是因为它这个电容的原因 这个整流之后 这个大电容的原因 具体是什么原因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那个视频 那么今天我是接上个视频 继续给大家讲 为什么我们加了这个PFC电路之后 就会使这个电容它的容量变小 我们这里画了两个图 一个图是不带这个PFC电路的 一个是带PFC电路的 为什么有这两种情况 大家可以去 刚才说了看之前的视频 我们首先看这两个带PFC和不带PFC的 有什么区别 你看这里 它这个整流滤波之后 它用的是两个电容并联 这是我把这个外面的这个热锁管给拨开了 它的容量是450V 120V 那两个B年就是240V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带PFC电路的功率更大 但是它用的电容更小 我们可以看到带的是120V 那么为什么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PFC电路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是 就是说这个电源功率越大的话 它这个电容肯定是容量越大 但是容量太大了之后 就会导致它的功率因素有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接着讲 我们加入这个 切入电容之后 为什么就会使它这个输入这个滤波电容 这个整流滤波之后这个电容变小呢 这里就是我上集这个视频提到的这个频率问题 简单的说一下 我们正常的整流滤波之后 这里这个频率是100 100赫兹 是50赫兹 本身这个交流输入是50赫兹 它整流之后如果不滤波的话 它这就是一个馒头波 它是100赫兹 它100赫兹的这个频率给我们电容充电 我们这个电容充电有个特性 那么这个电容充电就和我们的这个水池 做水一样 它究竟能充多少呢 就取决于它这个放水 放的这个快慢 那么如果放的快 那么这个充电也要变得快 放的慢呢 我们这个充电也可以变得慢 那么由于我们这种大功率的开关电源 它后面的这个开关管 它的频率比较高 远远大于我们这个100赫兹 而且它的电流呢比较大 我们这个电容放电呢 它不仅它以这个频率有关 它还有一个放电电流 大小啊 那么我们大功率的话 开关管不仅工作在这个高频率 还工作在大电流的情况下 所以说这个放电特别快 那么我们这个 100赫兹的这个频率 给这个电容充电就来不及 那么我们就引入了这个PFC电路 其实在这个开关电源里啊 我们的PFC电端 它的主要目的啊 并不是我们常说的深压啊 深压 我们看这个PFC没正常工作 我们测这个电压实际上就是啊 只是用来判定它这个电 电路有没有正常工作的一个这样一个手段 那么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改变这个电压的频率 那么我们知道啊 任何电压我们要改变频率 不管是交流是什么电压 我们必须把它弄成直流电 再通过这个开关器权 不同的开关而去改变它的频率啊 就是说我们只要说到改变频率 肯定是直流电啊 交流电要改变频率 你只能通过这个 逆变成直流再改变 那么我们的开关频率是多少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输出的这个频率改成多少 那么如果我们把频率啊 改了之后 那么我们这个电容充电的速度啊 就变快了啊 那么当我们啊 这个频率和我们后面的这个开关管 这个频率啊 同步或者说是更高的时候 那么我们这个呃电容上面的电 就不会产生这个压降啊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频率太慢的话 它在在我们这个大功率电源 它这个开关管的高频率和大电流的工作下来 这个上面电压呢 就会使这个电容啊 频率太慢的话 使这个电容的电压太低了 啊 大家应该在我们维修这个变频空调 用它这个PFC电路啊 它就是一个动态的 当我们低频的时候 PFC电路呢 它我们测试电压只有311V 它是没有工作的 当我们负载震大的时候 它就会启动这个PFC电路啊 让它这个充电频率更快啊 这是它目的 并不是说让它变成这个380V啊 所以说我们最后看到啊 这种刚才说过啊 小公寓的啊 这个电源呢 它用的这两个电容 它的容量大 因为它的功率比较小 它的这个开关管的功能在电流比较低的状态下 所以说它那个电容就来得及充电 在我们100赫兹 像这种功率比较大的这种啊 像这个金生羊的这个 它都做到了200瓦啊 大家看它就用了这个PFC电路 它会使这个电容啊 充电的速度呢 赶上这个开关管放电的速度啊 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道理 简单的说 不过我们这个导轨电源也是一样啊 这里可以看 它这个也是带PFC电路的 因为这个电源呢 我们看它是多大公寓 这个是120瓦 120瓦它也用到的这个PFC电路 其实我今天讲的 大家如果是能理解的话 其实它这不光是一个PFC电路的一个 呃 知识点 其实它还是一个电容的知识点啊 电容一个充电的知识点 电容充电的知识点 那么还一个知识点就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电容失效了 或者是容量不好的 这个电容的性能不好 我们输出电压 比如说正常是一个5V的电压 那么它的输出电容预表 就是可能只有4.8V或者3.5V 或者说是轻载啊 带轻载 正常 稍微带重载啊 就不正常啊 这个其实和这个都是相关的啊 和这个频率相关 以及包括我们开关电源 如果是要测它的这个输出纹波 为什么要带载啊 带载去测试 空载不能测 啊 就是这个原因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只要大家如果还想了解开关电源的 其他方面的一些知识呢 大家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我会用我最通俗的这一种方式 给大家分享 啊 因为现在拍视频的确实 也没有什么好的方向啊 西温逆变器啊 修变频板呢 西温逆变器啊 都是那样几个招数啊 大家可能也看腻了 大家如果想要哪方面的知识 只要我知道啊 我都给大家可以分享出来 这样呢 也是我拍视频的一个方向吧 你看我们这个电源 为什么它的这个输的时候 用了整流桥 这个开关电压器的后面 为什么就用一个2D管就可以呢 用个半波振扭 不用振扭桥呢 其实这个也是非常 有这个代表性的一些知识点吧 谢谢大家观看 我没得am 我没得am